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外大聲抗議 裴洛西訪台 讓台海情勢在失控邊緣 民眾就要問 究竟82歲的裴洛西來台 對台灣的實質利益在哪裡 網友也痛罵戶頭都沒錢了 反倒快要打仗了 塔綠班一直說國際地位 結果民進黨執政一直斷交 國際地位突破天際了 還是沒邦交 騙人民吃美豬的時候 也是這樣講 結果呢 什麼組織都沒站到邊 不知美國高官訪台沒好處 若真的發生戰事 美國會援助台灣嗎 裴洛西訪台兩岸 除了走向兵充戰危的邊緣 台灣人實際得到什麼 恐怕民眾心中都有答案 你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